我们今天念佛 念佛的目的是哪里 目的是恢复我们的亲近心 不管什么念头 善念也好 我念也好 正念也好 邪念也好 不管什么念头 只要这个念头一起 马上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把这一切念头统统扶下来 把它扶住 这叫做功夫 这个叫培养什么呢 培养本集 恢复我们 心愿本集 集之后 他就有照的作用 即是先亲近 亲近 他就生智慧 智慧就是照的作用 集而长照 照而长集 我们现在要做的功夫 是集而长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照还没得到 即是先修定 先修清净心 先 不要叫它起波浪 心的波浪是什么呢 就是分别执着妄想 这是我们心的波浪 有分别执着妄想 心就不平了 不平静了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 来修正 把一切的分别执着妄想 通通用一句阿弥陀佛 取而代之 所以二六诗中 只有一句 阿弥陀佛 功夫如果上轨道了 睡觉的时候 还是念阿弥陀佛 做梦的时候 也是念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 努力 那么如果你得到这个境界 你不要欢喜 这个境界 只是说 功夫刚刚得利 刚刚上轨道 没什么了不起 你如果一欢喜 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你这个功夫马上失掉 你不能保持 要以很平常的心 要以清晰的心 不如别人 别人 他得到不失掉啊 我们这个得到 很容易失掉啊 我们是初学 刚刚得到 非常的虚心 努力去学习 希望的功夫 保持 也不能有希望的心 因为有希望的心 一定会失掉 保持不了 为什么呢 这个希望的心呢 就是夹杂 一方面念阿弥陀佛 里头还夹杂一个希望 这不行 所以念佛 最怕的是夹杂 功夫要不间断 不夹杂 不夹杂 只有一句佛号 除一句佛号之外 没有一个忘念 我想保持着功夫 这就是一个忘念 这个忘念不能有 才真正能够保持得住 久而久之 你这个功夫 你这个功夫能够做上个两三年